男一的媽媽進入醫院太平間 配合檢調香驗 背板上的珍惜所愛 看來格外諷刺 才九個月大的孩子 沒有在他們手上安全健康長大 前夫疑似親手打死兒子 夫妻倆一開始不只對孩子的死 連身上的傷都必重就輕 甘心母親二十三歲 前夫料姓男子二十七歲 在遊藝場當廚師 除了九個月大的兒子 他們還有一名一歲大的女兒 目前暫時交給阿姨照顧 一家四口是南投縣府服務中的個案 4月20號夫妻倆吵架起爭執 媽媽帶著小孩回到南投心以娘家 5月初夫妻離婚並通報家暴 兩名孩子的監護權歸媽媽 5月底縣府就通報脆弱家庭 8月21號媽媽帶著小孩到台中 找爸爸相聚 結果隔天爸爸疑似 只因為兒子過度吵鬧 將他領虐致死 醫護人員急救時 發現小孩身上有多處不明傷事 包括頭部左手臂和左大腿 都有於輕心救傷 胸口還明顯凹陷 懷疑案件不單純 通報警方事件才曝光 但是在服務的過程當中 沒有發現到說暗部 有這個耳內的一個行為 六姓前夫有家暴記錄 動手打家人不是第一次 但到底是不是爸爸這雙手 親手帶走兒子的生命 還是媽媽也有參與 檢調相應找出小孩死因 一一調查清楚 TVG的陳家貴李陳佑羅惟心 南投報道